相信大家還記得 19年是曾挑戰館長的林志成 當年他先是以不滿館長的行為及言論為理由 向其發起挑戰 硬揚言要在18秒之內KO館長 每次講話三字經 甚至講一些黃色 甚至更嚴重的事 你還嗆 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 你說有種把灰彈打過來 有本事先踏過你的身體 再說 這個是你應該講的嗎 台灣都沒人了嗎 我林志成 十八九秒給你打破 不然我是 從今以後退出 運動戰 達爾在館長接受了他的挑戰之後 林志成先是以各種理由推脫 後又爆出背後的金主拒絕自己參賽 所以便導致原本訂好的比賽只能取消 但網友們對這樣的說法並不買賬 大多數人認為林志成的做法只是為了蹭廣場的熱度 大約一個月後 林志成自己出錢 在自由廣場辦了搏擊比賽 並自稱在雨中等了兩個小時 館長並未出現 所以自己只好不戰而勝 成為本場比賽的冠軍 從此 林志成便淪為笑筆 很多網民甚至拿他與曾經挑戰館長的郭里奧 以及後來的赤屎哥相提並問 其實 那時候我也這樣認為 畢竟他在這次與館長約戰事件中的表現 確實不得不讓人懷疑 他是那種沒有實力 只會吹噓的人 但在前段時間我專心有關台灣健美發展歷史的文案時 發現這位光頭大叔並不簡單 他不僅曾連續六年奪得中華民國區域健美賽的冠軍 在格鬥、建立、舉重領域等也獲得了不小的成就 然而更離譜的是 他也曾因不滿政府和健美協會的對待 先是展會體委會辦公室 在成功逃脫後又向憲政府發起襲擊 時隔多年後 他又手持兩把板斧跑進法院以頓猛砍 並揚言要在民進黨的遊行中刺殺成水扁 在聽完他的故事後 相信無論是討厭他的人還是喜歡他的人都會承認 林志成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台灣健美發展史中 不可繞過的一位人物 今天我就來和大家聊聊曾經台灣健美 建立舉重界的三妻霸主林志成的故事 來自雲林鄉間的林志成 在1987年三月退伍後 便帶著兩千元跟著家中兄長來到台北萬華謀生 起初他立志要成為全級選手 由於量級的關係 他必須減輕體重至75公斤以下 於是便選擇去健身房鍛鍊 當年在台灣 健身行業還沒有十分心情 林志成首先找到的是在萬華街一家 由前舉重協會理事長張超國經營的健身房 但沒過多久 該健身房由於生意不景氣 便停止營業改為玩具銷售店 之後林志成又找到了 檢國寶經營的健身房 並在此訓練 但林志成在日後的訪談中曾提到 要是當時能夠留在張超國的 舉重健身房鍛鍊 那我就會往舉重方向發展 看檢國寶的健身房 失戀健美的 結果林志成一方面 錯過制度教健全的舉重失業 另一方面開始見識到了健美界的管著 四個月之後 林志成第一次在屏東參賽 就獲得了輕重量級的第1名 回台北後他更是加緊練習 可惜在缺乏正確的指導之下 林志成已經出現了運動傷害 他說 那時候腰痛到都不行了 8個多月後 他便參加全台中正杯健美比賽 並獲得了冠軍 這讓他感到非常高興 覺得之前所承受的傷痛都是值得的 此後林志成便打算走向職業健美的道路 一心刻苦訓練 家人也對此表示支持 開始三千五千的蜘蛛踏生活費 看林志成升職 要是想當國手 一個月幾千元的營養費用 實在是不夠 那時候林志成常說 人家國手都是幾萬塊錢一個月在訓練 我 是幾千塊 沒關係 窮人家的小孩沒錢嘛 飯 多吃一點就可以了 到了1993年 林志成代表台北縣取得區域健美的冠軍 然而這個位置一坐就是6年 直到1998年 林志成取得區域健美6連霸 獲得獎金192500元 但卻沒想到這樣輝煌的成就 卻導致了日後他與健美協會跟蹦迷稀 到了2002年 浮山亞運新增健美競賽項目 設有男子8個量級 即使新增 體委會就無法沿用於其他單項運動共同模式的國手選拔標準 於是 體委會決定採取選人不選量級的變通辦法 換句話說 就是先內定出適合代表台灣出戰的選手 再通過選手的條件和狀態 來決定亞運會中報名參與的量級 最終體委會把由中華健美協會推薦的山地庫瑪 墨世光 汽取崇皇三位選手列為國手重點培養 在浮山亞運會時代表台灣前聚參賽 經過了三個月的培訓 體委會想驗證一下他們的實力 於是要求健美協會舉辦一場檢測賽 說白了就是檢測一下這三位準國手的狀態 但健美協會卻把這次的檢測賽與本應該在6月20日舉辦的全國健美精英賽合併進行 而且也並未說明這場比賽的目的是對三位準國手進行檢測 為了營造噱頭 賽事方更是將這場比賽命名為全國精英杯健美錦標賽 即2002年釜山亞運國手選拔賽 因此 當時的健美選手都認為這是一場真正的國手選拔賽 便紛紛報名參與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準備多年的林志成 三位培訓選手中最被看好的莫世光 因甘病未能參賽 許崇皇和山地庫瑪均進入決賽 同時進入決賽的還有包括林志成在內的四位民間選手 在之後的副賽中許崇皇獲得第一名 山地庫瑪獲取第二名 而林志成則被排在了第六名 但由於釜山亞運的健美項目 設有八個量級 因此 身處不同量級的該六人 理論上都可以成為國手 再加上 之後協會又煞有其事地將這六位選手名單 提供給體委會作為參考 因此 包括林志成在內的四人 都以為成為國手 還有一線生機 但後來在得知亞運參賽的選手 認為先前選定的三人後 林志成覺得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於是便去找健美協會理論 並表示他願意自掏腰包代表台灣參加比賽 但在面對記者採訪時 當年的體委會經濟處長 侯雲光表示 以台灣健美的實力 根本不具備參賽資格 經協會多方爭取 體委會才勉強同意三個名額 此番話更是惹鬧了林志成 他明明曾在第八量級的選拔賽中獲得了第一名 卻被暗指實力不夠 但難道入圍的三人就夠實力嗎? 經過再三思考後 林志成便決定開始展開行動 2002年6月26日早上 林志成頭戴鴨舌帽 臉上罩著口罩 手持球棒潛入體委會 在回主委林德福的辦公室 或又憑藉其身手矫健而得意逃脱 在6月27日 華視新聞發布消息 称已鎖定嫌疑人 但在7月5日 林志成又在台北縣政府 先是在男廁所裡 引燃兩盒鞭炮 之後又砸毀了縣長事 不過這次林志成遭到了警方逮捕 在接受采訪時 林志成說 他的行為絕非無理取鬧 要的只是公平的待遇 體委會以及台北縣政府常說 要照顧優秀的體育選手 但卻如此待他 令他十分灰心 今天上午到台北縣政府 南廁所放鞭炮 為的就是要讓警察來抓他 藉由此事凸顯他所受的委屈 當時大家都認為 林志成的委屈是出於對國首選拔賽的不滿 但其實這只是其中的一點 林志成指出 健美選手必須以各種辦法來謀取神技以支持自己的訓練 體委會以及健美協會向來以限制經費為由 要求選手忍耐 自己比賽所得的獎金也被協會分走一大半 但他們卻願意花一千多萬元 請塞內加爾足球隊來台灣 結果搞出一堆事情 讓我們民眾受到侮辱 那一千多萬元也不一定要用在健美選手訓練呀 可以用在籃球 足球 桌球 什麼都好 當然 如果用在健美選手培育 保證沒幾年就能在國際賽事拿到好成績 而且到時候一定有更多比我更好的選手出現 有錢搞政治沒錢搞選訊 而且連政治都沒搞好 聽完這番話後可能有觀眾會好奇 林志成口中塞內加爾足球隊當年在台灣到底干了些什麼 為了讓大家可以更好讀懂林志成的心理 這裡我覺得有必要解釋一下 在2002年日韓世界杯當中 塞內加爾足球隊擊敗上屆冠軍法國隊一戰成名 隨即政府便邀請這支邦交國足球隊 與反國前來臺進行交流訪問 在中山足球場與台灣球隊踢場表演賽 當年這支球隊被受台灣球迷歡迎 台灣輿論曾稱之為黑色旋風 塞內加爾足球隊於6月23日24日 在台灣停留共一天半的期間內 體委會向其供支付了1000多萬元新台幣 然而塞內加爾球員卻並未買賬 在中山足球場踢表演賽時 現場擠滿了觀眾 但塞內加爾球員卻顯示穿家教託進場 聲稱球衣和球鞋還留在機場無法踢球 最後則是態度敷衍 隨便下場踢踢交差了事 在此之後 塞內加爾某球員更是被爆出 在當晚曾要求5位女士同時為其提供信服務 這也引來了民眾們的不滿 許多人更是把這次足球外交稱為妓女外交 可即便是這樣 塞內加爾足球隊離台時 一名球員經紀人在機場咆哮 指責台灣招待不周 最後這件事情則是由塞內加爾駐台大使塞爾的道歉 而告一段落 當時林志成眼見體育推動政策 和資源分配將成為政治和外交的傀儡 而國內選手卻未受到照顧 於是林志成便憤而部署抗議計劃 十分可惜的是 當年在新聞媒體輸出假性道德訴求的掩護下 林志成的暴徒形象掩蓋了一切的話題 在大鬧體委會後 林志成的暴徒形象不僅令他失去了比賽舞台 他的健身防身意也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除了訓練外 林志成只是歐爾區健美協會幫忙 可以說日子過得並不富裕 在此期間林志成也曾登上一本名叫Pull Pots的雜誌封面 這期雜誌也詳細講述了林志成大鬧體委會的始末 甚至把他的經歷比作拳王阿里 並稱阿里後來已被平反 而林志成的平反卻遙遙無期 不過由於該雜誌為限制類雜誌 未能引起過度關注 之後林志成漸漸消失在大眾的視野裡 大家都認為他已經回歸到了平靜的生活 但沒想到在八年後 林志成在此以相似的形象出現在新聞報導中 曾經是節目百戰百勝的大魔王 前健美國手林志成 他又惹出風波了 在幾年前 他是因為沒有入選亞運國手名單 所以就拿球棒來怒砸體委會 這一回呢是不滿捲入一樁傷害案件遭到了判刑 於是他拿了兩把斧頭 衝到了司法院 朝著同志的門牌 連砍了好幾刀 說要來抗議司法不公 而在偵訊之後被裁定5萬塊錢交保 這件事情的起因 則是在一次去健美協會幫忙時 林志成聽到遠處的辦公室有人呼救 前去查看時 發現健美協會理事長林劍昌正遭人圍毆 於是他便出手解圍 制服對方 但經過警方調查後 發現少姓與張姓男子 於當天前來找林劍昌討債 在遭拒絕後兩方便發生肢體衝突 在法庭上雙方也互控傷害 因此 法院將整起事件判定為互毆 最終 少姓男子與張姓男子各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 而健美協會的林劍昌林志成 則各被判了3個月的刑罰 林志成認為自己出手建議勇為 卻被判處監禁 於是便手持雙斧砍爛了司法院的招牌 並高呼司法儀式 兩個抬頭一進來 就跟林劍昌生生起衝突 要押他出去 我林志成 冒了生命危險 出去救人 我還要被 派刑 這個司法 還有救嗎 我今天 是要敲刑 我們 總統馬英九先生 這個司法 已經全靈共怒 我個人就已經第四次 的怨議 我們地藏王 已經經典名人了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因為我們已經打了一年多的官司 浪費一年多的生命他又沒有工作 但他是講說 因為如果說 這樣子他認為這個司法不公的話 他會做一件大事 我們還以為他是有把那兩個人打一頓 最終 倒霉蛋林志成 這次又因毀損公共設施 妨害公務 污辱管署 而被判處罰金5萬元 我不救了我 他已經跟他講說 他又跟他講說 你要擄人了手 你要恐惡嗎 他又說 要怎麼樣 我是不上次啦 可以的話 我會回鄉下 繞三四十台油籃車啦 壓地頭 壓滾了啦 壓冰湯啦 壓車嘛 來台北空魚啦 林志成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 則是在三年前向館長發起挑戰 這件事在當年也是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不過最後林志成卻又不敢赴約 甚至還自己給自己頒發了一座冠軍的獎杯 最終 弄為網民口中的笑柄 而他所經營的巨玲龍健身房 也被網友嘲笑 館場老舊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林志成還是不經意的提到了2002年 府山亞運國首選拔事件 由此可見 即便時隔多年 這件事情對他來說 還是難以忘卻 這個出錢 大家都是大力士啦 不一定說是我贏還是你贏啦 一出錢下去就不得了 我為什麼說 十八九美 我要跟你比賽是 不戴手套的 空手 空手 砸這個 我們前幾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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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殺傷力 我告訴你 打一拳就倒了 一拳打到你就倒了 不用五秒 啊 不用五秒 不小心啦 如果不小心啦 我可以講啦 一秒 三四千啦 一秒三四千啦 如果五秒十幾千啦 這一開始 一打下去 頭破水流啦 不小心就死掉啦 我可以這樣跟你講啦 然後 所以很多網友 他們是外行我不怪他們 他會認為我林志成講話太誇大 不是誇大 我在台北市已經有五六次這種經驗了啦 不用幾秒鐘 一拳打就打了 都是跟館長一樣 高強多汗啊 根據PTT網友爆料 林志成似乎早已出現精神問題 而且下面一位自稱林志成表情的網友也證實了這一點 雖然不能確定這條評論的真實性 但在了解完林志成的經歷後 發現一切又是那麼自然而然 從府山亞運的落選到諾P斯法院 林志成始終以偏激的方式來維護自己所謂的公平 這種敢怒敢言的性格似乎又與現在的館長很是相似 所以我認為林志成會挑戰館長 更多的是出於妒忌 明明自己資歷更老練 為台灣健美所做出的貢獻也不少 但卻未能在如今的健美市場分得一席之地 這也透露著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 作為台灣職業健美運動員的淒涼與無奈 林志成沒有像阿里那樣得到歷史的平凡 也沒有像現在的館長一樣作用龐大的商業帝國 但如今台灣健美賽事中 選手被不公平對待的事件越來越少 還記得在幾個月前台灣FBB賽事判決不公 當時很多網友都去聲援 並質疑賽事的公平性 最後則是以主裁判被拔牌告一段落 這也證實了台灣健美賽事的評判 已然成為一個公開公正的體系 從當年一個極其小眾的運動 發展到現在的全民健美 林志成在其中是否起到了真相的作用 當年的暴徒形象是否可以得以平反 請大家在評論區發表你的看法 我愛你 我的包子都在安排 美国先生的本字记载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次由小北来说的这期故事 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类似的纪录片 或听小北讲故事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 你轻轻咚咚手指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